5月10号,习近平在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省长王政浦陪同下,深入雄安新区的高铁站、社区、建设工地等,就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进行调研。 下午,习近平来到雄安会展中心雄安厅,结合沙盘、视频短片,听取雄安新区整体规划建设进展介绍,了解白洋店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及清淤书郡、百电联通等工作进展情况。 习近平强调,白洋店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立在当代,功在千秋,必须统筹谋划,扎实推进。 随后,习近平在会展中心三层多功能厅,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国华先后发言。 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天津等地大力支持下, 河北省积极履行主体责任,雄安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认真履行属地责任, 扎实推动各项工作,雄安新区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新区建设和发展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书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白羊店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 深化改革开放取得积极进展,产业和创新要素聚集的条件逐步完善, 回迁安置工作有序推进。 习近平指出,要扎实推动书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各项任务落实, 接续谋划第二批启动书解的在京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等, 教育、医疗、住房、薪酬、社保、医保、公积金等政策, 要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要求, 进一步细化实化政策措施, 要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相结合, 项目和政策两手抓, 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手段, 增强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的内生动力, 和具有前瞻性的创新试点示范项目在雄安落地, 努力建设新功能,形成新形象, 发展新产业,聚集新人才,构建新机制, 使雄安新区成为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要广泛运用先进科学技术, 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把智能、绿色、创新打造成雄安新区的亮丽名片。 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解决好雄安新区干部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 让人民群众从新区建设发展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要坚持就业优先, 完善就业创业引导政策, 加强对新区劳动力的再就业培训。 李强在讲话中表示,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 最根本、最关键的是,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 要有千年大计的定力, 牢牢把握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和使命任务, 稳扎稳打,久久围攻。 丁薛祥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把科技创新作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根本, 着力打造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重要测源地, 搭建一流创新平台, 开展高水平科技创新, 着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李干杰、何立峰等陪同考察并出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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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